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是什麼呢 讓我遇見你 在我忘了該怎麼去愛的年紀 像被天使拯救般的幸運 我為你掌握迷 你聰明還美麗 所以老天也會嫉妒你 就算你比別人少了一樣東西 又何必太在意 至少還有我 哪怕只要你 答應你的故事 我會繼續寫下去 至少還有我 哪怕只有你 我們手牽著手 去看每一個黎明 每一個黎明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 《作詞曲 李宗盛 》 《作詞 李宗盛 》 為什麼不說心裡話 無聲愛藏 這是每個人的 這是一個花一樣的年代 年輕的愛人們 只鍾情於事業的花 而乎是愛情的果 一如新柳志文 就是这样一对幸福白领 铁蜜康丽 在无意识下 进入了丁克状态 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 善解人意的好老公 别别别 也不行 一般了 来 搬一个 搬一个 真压惨了你说 那个 你看那个 那小姑子多好看 这这这 这这这 你的球是吗 宝贝 你叫什么名啊 威威 威威 哎呦 多好听的名字啊 太好听了 你是不是想要这球 那你得轻我一下 我再给你 真舒服 太舒服 太舒服了 给 先逼个逼个逼个 干嘛 哦 对对 想拿过去吗 还得亲上爷爷 亲上爷爷 耍赖 这是一个渴望收获的季节 儿子不愿做爸爸 爸爸却急着想当爷爷 还有同样急着做奶奶的妈妈 瞧这儿老傻伙的 哎 当希望放在别人篮子里的时候 有劲使不上 走吧 再坐就生气了 话说你们不愿意做父母 不一定是错的 可是你们阻碍了父母抱孙子 一定是不对的 知道什么叫事情的严重吗 请问让开让开让开 知道了吧 宝贝的战争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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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志文 爸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你先别急啊 我已经在路上了 以为丽航妈的情绪 我很快就到 好 刘志文 你说我跟你爸俩造了什么孽啊 你从小到大 我跟你爸俩对你 什么都听你的 什么都依着你 就是生孩子这点事 我们就这么不肯原谅吗 就至于你这么对我们了 你说你结婚都整整五年了 五年了还不生 打算什么时候生啊 我现在不想要孩子 不想要 我跟如馨现在过得挺好 挺温馨的 干嘛非得逼着我们俩要孩子呀 难道我们俩连要不要孩子 这个主都做不了吗 每次每次回家陪你们吃饭 就是说呀说呀孩子呀孩子 你知道我们俩真的跟上行似的 你们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 你说说的是什么话吗 你干脆把我一会儿气死得了 没意思不活了没意思 走 走了吧 那里边呢 走 妈 别太着急了 爸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爸这次要是真没了 我就跟他一块儿去 那样就没有人逼你们生孩子了 你们就可以过你们的 快活日子了 志文 你办手续了吗 妈 您稍坐会儿啊 我们去办手续 都这么大个人了 说话还不进大脑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 可这次确实过分了 万一你爸他要是 别别别别别别 知道你要说什么 哎呀但就这点事你知道吧 这还来一回事 还来一回事 我那会儿我蹚了一下 我起来我 哎呀我也不解释了 一会儿不管你妈说什么 都得忍着 别顶啊 行 打死我也不说 这难道又是一个绝望的时刻 乌远红 居然把自己的生命 和丈夫对女儿的监护权 放到了天平的两端 说吧赵蕙你要哪样 哥 吴远红跑到楼顶上说要跳楼 哥 我觉得这事你最好还是出现一下 吴远红说要跳楼 这是怎么样医生 极限心肌梗涉 还好受得及时 那你现在没事了吧 没什么大碍 老人嘛年纪大了 放心吧 谢谢 待会儿病人就转入病房了 你们在这儿等个话 好的随时叫我们 嗯 哎 现在 我这都忙得焦头烂额的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去不了 嗯 怎么了 单位有事啊 现在让我出采访 那哪儿去得了 那就去呗 别耽误工作了 那工作重要还是爸重要啊 再说了我我 我这不得陪着妈吗 对 我不用陪你 你去去去 啊 别住 那 那妈我我先去啊 别过来 我让你别过来 你冷静点别做傻事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不要 我要亲儿 快去啊 对不起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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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来 对 我 我是那个都市报记者 妈妈 妈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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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样 赵 灰 别跟我抢心儿行吗 她是我的女儿 不可能 如果你要抢心儿的话 我现在要死给你看 干嘛 站住 你别动 没人逼你 没人逼你 是你自己把自己逼成这样的 赵灰 我跟了你十多年了 你好好爱过我吗 你爱过我吗 你追我的时候怎么说呢 你现在说人就人了 你真爱给我叫我女儿 你太狠了吧 以后做什么事情前 用你脑子好好想想 别再胡闹了 下 小灰 我瞧你了 把心儿还给我行吗 你别过来 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妈妈 Alma 熙儿 熙儿 别过去 increasing hollow Uncle 兴儿别过来危险 妈 兴儿我不想你 兴儿不要你死 你不要死好不好 回家 妈妈跟你回家 妈妈 小小子 小慧 你还是不是人啊 你小子对孩子那样 你对老婆也这样 你是不是亲手不如啊 柳志文 你再给我说一遍 心里给我揍你 你要打人啊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敢动我的话 我就敢让你上明天的头版头条 我就他妈就揍我 小子你胆肥了 小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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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文他怎么能这么伤 我跟你爸的心呢 若欣 你跟妈说实话 我跟你爸想要孙子这件事 错了吗 妈 这不还有我们的吗 等你们岁数大了 老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傻孩子 那你们老的时候 你们老的时候睡来照顾你们了 那时候我们可都没了呀 你们也有老的时候 真的那时候谁管你们呢 妈 你别这样 你 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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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今天求你一件事行吗 你去跟她说 你说你一想要孩子 她就能答应 好不好 若欣 你答应妈 你去跟她说 她爱你 她听你的 她在乎你 她一定会答应 妈 对不起啊 我接个电话 喂 请问哪位 叶律师 是我宋怀光 啊 宋主编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叶律师 你赶紧到永家路派出所去一下吧 我觉得那我去作用不大 也许志伯现在最需要的是个律师 你是她老婆 又是个律师 我想你去的 比我更合适 行啊 那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先她拉着我 少说两句 以后别没事了 如欣 如欣 赵辉用悸动的心 确认眼前就是叶如欣时 虽然恍如一字永久的回眸 却又隔阂如熟悉的陌生 赵辉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还有点急事 我先去了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没事 我受伤 让我受伤的人还没出声呢 这好好的怎么会打起来呢 有病吗那帮 你不是去采访吗 你说你这脾气呢 你就哪改改了呢 我现在 怎么注意啊 走啊 进去给那个记者道个歉 凭什么呀 他成天在报纸上胡说八道 然后还骂你 我不去 哪来那么多废话 让你去你就去 怎么着干嘛 你要干嘛呀 你妈你妈的 你看你这 气象也太大了 你说这干什么呀这是 什么呀 那个逆子呢 把他叫来了 我要跟他继续 继续什么呀 这都逗到医院里来了 再继续 命都没了 是我要跟他逗吗 说到这儿 我又得说你了 这孩子现在这么混 都是你打小关的 他不让他骂不让骂 现在可好 直接就反了 我说一句 他要实际在背后等着 好好好 那是我 都是我不对 都是我惯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还说呢 你说他这倔脾气 不都是跟你们家遗传的呀 一个老驴 一头小驴 我日子好过呀 行了别说这些 你别生气啊 你别再气着自己了 反正这事我跟他没关 我就不相信 我刘洪亮干了一辈子人事工作 我就扭不过这么个臭小子 你扭得过 你肯定胜利 但是你怎么 别把自己给气坏了啊 嫂子 我给你吃点啊 你坐着 有件事我跟你相论一下 说 你能不能以后啊 换一种方式跟你父母相处啊 就算是为了我 怎么今天就扯不开这谈的事了 刘洪欣 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打心眼里也想要孩子啊 你觉得可能吗 我们可是一条战线上的 我们是革命战友啊 那你干嘛要让我跟爸爸妥协啊 我不是让你跟他们妥协 我是让你换一种方式方法 我告诉你 为了自由进行的革命 那是必加要付出一些代价 可你父母岁数都那么大了 你不觉得这代价有点大吗 我就是受不了他那种命令人的口气 干嘛呀这是 没错我是他儿子 那我事实就得听他的了 但凡一句话没听他的 那我就是大逆不道了 有这道理吗 我说你这人怎么一根筋呢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虚心接受 坚决不改 哦 那你再往那边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虚心接受 坚决不改 鱼回家来 不正面冲突到最后 该干嘛还干嘛 对了 你终于悟出来了 还是我老婆通了 其实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以后啊遇到什么正面冲突 你要记住第一 先深呼吸 把你的暴脾气压下去 第二呢 有什么事你先跟我商量 嗯 咱们尽量做到 既能让你父母开心呢 又能保证我们的二人世界 第三 等等等等 小杨老婆 不用第三了 我给你贴好好认 我你得注意 理论要结合实际 行 没问题 在这儿还是一定结合的 念念念念的 我问什么 睡好 叶主任 歇一会儿 叶哈哈 黄老师 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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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支出啦 超支啦 不都是你管嘛 我这不是尊重你吗 尊重我 尊重我 是吧 反正我记得好像 约的是下周二吧 不是 这事你不能让志文去 办不了 他写不了那个 我去吧 等我知道 我查一查 好嘞 你干嘛 有志文在吗 志文 志文在里边 不是 你是 我叫他有点急事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吧 你等着啊 我给你叫一下 谢谢啊 当然 行 我到时候发回去 好好好 好啊 那你叫 嗯 你 你行啊 我很佩服你 我没看出来 你说什么呢 你得好好歇歇 有一姑娘找你在外边 跟门卫掰着半间 我怕事情闹大了 我悄悄给带进来了 一姑娘 一个年轻的姑娘 这样 找你在外边呢 你找我 找我 你快看看去吧 你快点去 这点啊 都这样啊 他都不知道 柳是什么啊 对 是我 哥 这 这怎么办啊 这 这 不是 你谁啊 我白丽 哥 不是说有事就找你吗 谁跟你说有事就找我啊 叶如胜 这是如胜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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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小儿 对 哎哎哎哎你慢点 不用打了没有用 他一直都关机 不上心啊 别让我逮着你 哥 自从我跟他说了以后 他 他就零件消失了 我现在想通了 无所谓 但是 这 这没有那什么结婚证 还有准生证 但是这孩子 录不下户口啊 是 哥 如胜说过 他说只要有事就找你 你得帮我哥 你也不管我 我怎么办啊 你不不能什么事都 你都 都找我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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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呢 我就姨妈嫁美国去了 就 你怎么可能呢 你 你爸呢 我 我知道 我没见过 哎呦 可怜孩子 那你总总总得有个别的 什么亲戚之类的吧 没有了 就我一个 哥 其实真没事 你想啊 本来也是假的 反正你就帮我办那个什么 结婚照还那准生照 哥 我看别人不行 就你挺好 再怎么说也是亲戚之外 你肯定会帮我 那不行 这什么亲戚的 哥不行了 你听我说 别动了 来历是吧 你 你这事不能乱来啊 听哥一句话 你要是求我的话 咱就这么办 互相咱们把电话留一下 我呢尽快地帮你找如胜 还是你们俩结 你们俩结 然后呢 名正言顺地把这孩子生下来 我 我真的不行 我 我老婆还是律师呢 你 叶律师 我没有看错你 我非常欣赏你的专业态度 那 我们就此别过 不用客气 这是我分内的事 好 再见 成案内得意样 我回来跟所长说说 以后再有这种人的案子 咱就别接了 我把车钥匙拉里边了 帮我拿一趟吧 行 等我一下 姐 别拦过 像这种人迟早会有报应的 女儿 嗯 这是今天排定的稿子 嗯 全报是上车下载百十号人 唯一一个直接闯入我办公室的就是你刘大记者了 你别说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登我这篇稿子 我让你去采访 又不是让你去打仗 我每次让你办一件事情 你给我惹三件事回来 你瞧你这脸 一脸的暴力后遗症 这事又 又不是我的错 我让你去抓新闻 你自己到城里新闻主角了 你看看这打架场面 你瞧瞧 你上了人家的头版了 我跟你说 这是瞎扯的 我这篇写的才是真相啊 你得报道这个 你写的这些东西 都经过核实查证了吗 当然了 我告诉你 在现在这个敏感时刻 你写这样的文章 发表不合适 这些事就此打住 没法打住 我这次一定要跟他干到底 我跟他没完 没完 怎么都没完 你到底知不知道 赵慧是什么样的人物啊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啊 他爱是什么人是什么人 我就想如实报道 我就要发这篇稿子 要发呀 回家去 别上班了 行 主编你说得对 我也觉得直本那文章吧 写得有点偏激 太偏面了 你说这要是一发 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凡事有柳志文的稿子 必须先送到我这儿来 没我的审核 都不许发表 好嘞 我知道了 给毙了 你说咱们这总编是怎么想的 我就觉得你那文章写得挺好的 你别看那帮人啊 平时人不狗样 背后那龌龊的事啊 真的应该给他披露披露 这还有没有新闻自由了 如果不让说实话 要我们这些记者干什么呢 算了 人家是领导 你总不至于跟领导置气吧 你完了把人惹急路待会儿 急就急呗 这是原则性问题 这活儿没法干 姑娘 你别动我的小宝布好不好 别动啊 不能用手上的小女 她要受精的 姑娘 你找谁啊 我来找我孩子大爸 苏长阿姨好 我叫白丽 你叫白丽 她 你是干什么的呀 能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我说了我叫白丽啊 黑白的白 美丽的丽加个单人旁 我是你们家叶如胜的现任女朋友 我来就想让你们告诉她一声 恭喜她 她叫她们爸爸了 你说什么 这 你这肚里的 是我们家如胜的 你赶紧给我走 现在社会上像你这样的骗得太多了 不不不不 想炸我们呀 没门 你叫王红英 你叫叶震山 她有一姐姐叫叶如新 她还有一姐夫叫柳志文 我说的没错吧 姑娘 你小声点 咱们进屋手 进屋手 我去开门 我才不进去呢 我看你们这挺好的 这这么干净 空气这么清新 就在这儿说吧 我看挺好 姑娘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嘛呀 这她傻人了 我怎么办啊 我这孩子生下来得有爹吧 老爷 你儿子干得好事啊 王老师啊 你你你 我说 咱们进屋手 进屋手 来来来来 这个身怀六甲的 叫白丽的女孩 出现在叶甲的时候 叶甲上下顿时有些失措 叶如胜 你这个臭小子 长本事啊 不声不响的 就在关键的地方 安插了自己的人 来 叔叔 我渴了 你给我弄倒水喝呗 我给你倒水 倒水啊 你那房子 不货吗 就是救了点 你哪属如胜的屋啊 这是我的家 你管着吗你 赶紧说完你的话 给我走人 你特着急 我跟你说我比你还着急呢 我特别忙 我属于事业型女性 我看你们年纪大 我也不为难你们 但是 我现在你们七十二小时之内 必须给我找着叶如胜 要不然 我就在你们叶家村 啪啪啪啪啪 天马寻人启事 我就说我要找我孩子他爹叶如胜 姑娘 别别别别这样啊 咱们有事好商量是不是 好商量啊 你要是七十二小时之内 给我找上了 阿姨 我就能叫您妈了 你叫我妈 屁 汪老师 姑娘 来来来 你坐下 坐下坐下 歇会儿歇会儿 咱们有事啊 好好商量啊 好 如鑫啊 你是我们的骄傲 你是我们所里全体人的楷模 现在让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 请叶大律师说两句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这是我的工作 我尽力完成而已 不过 以后像这样的案子 我不打算再接了 如鑫你没事吧 打这种离婚官司 总让我有一种很愧疚的感觉 毕竟是拆散人家家庭 没什么可庆祝的 看着那些 在经历了一场官司之后 妻离子散 骨肉分离 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 看着让人觉得心疼 所以 像这样的官司根本就没有什么胜利 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了 那别人的家庭 是你能拆散了的吗 本来就已经散了 你所能做的 就是让他们好聚好散 这感情没了 财产总得分清楚吧 和谐社会嘛 成不了夫妻 还可以成朋友嘛 对不对 进来 这来了来了 你做事陪你爸说我话忙活什么呀 不用你 那个我来弄一会儿 你干嘛 吃饭 你来就拿个屁个对着我 眼睛里很有你这个爹吗 你行啊 现在翅膀硬了 自己有主意了 连你这爹都不放在眼里了 那爸呀 你的儿子是不来了吗 你别跟他家 我用不着他来看我 我承受不起 你给我出去 听见没有 爸你倒掉干嘛呀 我不用你来看我 滚 我告诉你刘主 我干 干嘛 你瞅你这驴脾气 吃完 吃完啊 吃完 吃完 妈 我扎你了 扎你了 就你亲眼看见了 我进门一句话没说 自己吭吱吱吱吱 差点没把自己气抽过去 怎么了 他明显更年期是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能不能 那么说你爸呀 你是不是想说我也更年期啊 他不是病着呢嘛 他说几句气话 你又不能听着你当儿子的 你还怎么着 你不想让他好了呀 再说了 你说你爸不就那么点要求嘛 他就是想抱着个孙子嘛 你就不能满足他嘛 妈妈怎么 这三句话就不离孩子了呢 对 离不开 你不生我就天天说 你说你干嘛呀你呀 你他都住进去街 你想把我也气进来是不是 你你你你给我什么表情你 我今天算是白来了 我还好心我担心他身体 怕他恢复不好 结果你看他刚才那 骂我那底气 那叫一个足 扔东西那劲 那叫一个大 行 他恢复得不错 我也放心了 您慢慢陪他 其他的咱免谈 你给我站 哎呀 咱有代工 你给我 哎呀 这俩驴呀 没事吧你啊 你说你怎么发那么大火 哎呀 那小子走了 走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怎么都说不通了 说不通就别说 我就当没养这个儿子 哎呀 你干嘛呀你啊 你你你能不能不气了啊 他爸 你说你 你打算一辈子跟他较劲吗 今天这事可不怨儿子 人家来这没说什么 你就给人骂出去了 你看 反正是包不上孙子 我就跟他没完 哎呀你没完 你死磕也没有用啊 咱得换个折了 不能总是怎么硬了 还有什么折 你看 我发现了啊 咱家动脑子的事啊 都得是我 你那就是 就知道硬打硬拼 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啊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次咱俩趁着你这个出院 咱直接就搬到他们家去住了 盯着他们 看着他们 这不怎么见面呢 就把我给气到医院来了 这要搬过去 用不了几天 还不能把我气得就进火当场 呸呸呸 咱最高任务就是赶紧让他们生孩子 为了这个最高目的 咱什么都得忍 什么都得受 你知道吗 哎呀 这都忍了多久了 我是实在忍无可忍 我才 搬过去 搬过去就肯定好了 搬过去 你就能保证 他们就能肯生了 咱们只要坚持到底 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跟咱们宁着 我跟你讲 他爸 我已经想好了战略战术 那你说 什么战略战术 死缠懒打 软硬兼尸 撒破打滚 我跟你说 把什么招都给他用上 把他磨得最后输不了了 我爸妈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让我们生吧 你让最高肯定这样 你说的这个 你看得出来吗 为了孙子 我绝对干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 咱们要一分为二 往坏了说呢 这个混小子 他未婚先孕 这说出去呢 是不太好听 是不是 可是往好了说呢 你跟我没费什么力气 就当上爷爷奶奶了 你看 是不是 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你就不先丢人啊 就说说你这儿子吧 多大了 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成天搞什么那个旅游啊什么的 大江南北的跑 跑也没事儿 跑吹孩子出来 这马上当爹的人就 就没了 不可笑吗 我们现在别说他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白丽 我们怎么向他们家人交代嘛 还得跟我说我 他呀 就一个妈 还在美国 你说这儿是咱们不管谁管的呀 啊 我觉得这事儿吧 不管人家是什么态度 反正咱们做事儿不能不地道 对吧 不能让别人说闲话 还得给人家一个交代 只要这个孩子是儒胜的 我们这个家啊 就要对他负责任 这个白丽 咱谁了解他 他的人品 他的性格 他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我这个当婆婆的 是不是应该选选啊 妈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别在这件事情上较劲了 如胜本来就做错了 没结婚就 就 就让人怀孕了 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么说吧 万一白丽自作主张 把孩子打掉了 出事儿了 这事儿跟咱们家 脱离不了关系的 反过来说吧 白丽 她没经过我们同意 把孩子生下来 突然她脑子一转 跟咱们打官司 说是赔偿精神损失 那就麻烦了 妈 咱们家什么也别干了 就跟她折腾那精神损失了 那受不了 如胜 有这么严重吗 你没吓唬你妈吧 妈 我跟你 我 我说句您 有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就如胜那样 她能娶上老婆 已经不容易了 您刚才还说什么挑 甭挑了 这 这 还唠一孙子多好 志文说得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吧 就这么定了 别再合计了 你说这如胜的 人还没在呢 你们都帮她那些事儿 都给安排好了 行吗 只有把这臭小子给我抓回来 咱们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听明白了吧 不信 白跑了一趟 医院规定就是 上午才能办那出院手续 又累死我了 你好好跟她商量商量 商量了 商量也没有用啊 您这是医院的规定 哎呀 烦死了 有点注意性 嗯 你都住了几天了 你还差这一晚上呢 烦哪 她爸呀 你说这辈子谁最了解你呀 就是我呀 我知道你烦什么 你这志文两天没来 你就又生气了 我眼不见心不烦 我才不喜欢她来看我呢 她就是来了 我也得把她轰出去 哎 你干嘛呀呢这是 这是说说 你这又又那个高声大嗓的 哎 咱不都是制定了 那个战略战术了吗 不是都拉钩了吗 又忘了 你得 得忍着点你知道吗 得讲究点这个这个方式方法 你怎么讲方式方法 你儿子到了门口 他都不肯进来 志文来了 你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哎呀我我我不进去了 再惹爸生气 把这汤扔出来挺烫的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呢 两个驴都够呛 行了行了 那个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 明天上午呢出院 哦 好啊 哎呀好是好啊 你说这身体上的病是好了 可是这心病怎么治啊 没药可治 妈 排骨汤爸他喝得惯是吧 你别给我打岔你 行了你赶紧进去看他吧 他都看见你了 哎呦我不去我不去了 真不进去 妈这汤您拿着 您进去 替我给爸鞠个工道歉 我我我这儿 我明天就如心一块来接接他 好吧 也行也行 那个反正以后就天天都见面了 对了还没跟你说呢 我跟你爸呀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明天呢出院以后 我们就不回我们那儿了 直接去你们家 啊 你只能在梦中抱怨 大steise 李建桑 琦铭 你再回来 你看 crit 再不许提议此分别 生命的月下时间 我全部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站立爱情之高点 十年抹一剑 为了爱沦险 突破爱情的防线 换你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断的感情线 再掌心抚远 再眼神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